你怎么会接受那个花放在家里 我特别不明白这个事 你真的太敏感了 敏感到我都听不下去的那种 哎呀 好冷 然后老公说 冷你就多穿点 哎呀 你不关心我 哎呀 我好生气 哎呀 我要离家出走 就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冷你就穿衣服啊 天气冷也不是它造成的 所以你非常的敏感 前一段时间 我就吃鸡蛋过敏 然后我跟我先生讲了 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我说 哎 你要不要吃鸡蛋饼 我就看着他 我说我鸡蛋过敏 第三天早上他又问我 哎 你要不要吃鸡蛋饼 他只是关心我要不要吃早餐 但是他偶尔可能会忘记 所以这就跟你要吃辣椒是一样的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离家出走了 我要哭 作为女性 我们不仅仅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我们也要体谅丈夫的情绪和难处 但是我说你自我就完全是在这一方面 再加上说那个熊啊 那个花啊 那个抓娃娃啊 那个男同事啊 那个前男友啊 那个男朋友啊 你放在哪个男人身上 他听着他也不舒服啊 我一回到家里 我的天哪 到处都是别的男人的影子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你们结婚这一年当中 你哭了多少次 我听起来你一直在哭 也许你遇到一个 给予你更多关注目光的男性 可能就可以收起你的眼泪 但是那样的男人 会有面前的这样的男人的那种靠谱和踏实吗 不见得会有 所以当我们拥有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珍惜 就应该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嫌弃 不是用其他的男人来跟他进行比较 不是让那个蓝色妖姬摆在自己的客厅里 离家出走可以说是骄纵 把钱男友的礼物放在家里 可以说是糊涂 但我单单要跟你说送花这些 这个男生知道你结婚了吗 知道 一个男生知道你结了婚 还要送 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 他明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 还要送你蓝色妖姬 说白了就是不顺重 你居然敢把花带到家里 一般的女生不敢做这个事 再加上你开始说 在摆酒之前你有三次后悔 你心里就是一个字 亏了 嫁给这个男人亏 这个男生最大的错误 就在于没有原则的包容 他没有把你那花扔出去 就算是尊重你了 你还有什么好意思在这哭的呢 你就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要要了靠谱 反过来又要浪漫 你怎么会接受那个花放在家里 我特别不明白这个事 我觉得你前男友的东西没扔 那是过去的事 他忘记扔了 不是别人送的 我觉得这还说的过去 你怎么能接受别的男人 送代表爱心的花给他 还放在家里 我要扔他 不让他扔 他就说我挺喜欢这个花的 然后就是说那个 你把他扔了 我马上给你再买一束回来 代替这个不就行了吗 我刚才也说过 他但是觉得这个花挺好看 我们是普通朋友呀啥的 如果我认了以后 他又会特别生气 我就怕他生气 你的优点啊 是承受能力好 你的缺点是 你的承受能力太好 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可能太太了 你还好意思还说 你要记住一条界限 我怎么惯 是我的事 但是 如果在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 要从别的异性身上去得到 这我绝对不能容忍 你这种原则底线 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 好好地潜心地谈一次 与其哭 不如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 这个男生固然会改变 他可能会变得浪漫一点 但不会变化太大 你能不能接受 你自己想清楚 就对 请开门 亲爱的 我们以后好好等 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 会的